Hello 大家好 我是欣锐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睡觉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淋发牌 首先我们要准备的是 挂沙板和精油 但你们平常睡觉之前 比如说铜面霜精华 身体油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准备的是艾草油 因为艾草是有助于排施 解决养养颜的效果 所以这个油是非常好的 中医经常有一句话叫做 领在干预在紧 就是字面意思 其实颈部是很容易预堵的 而且淋发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每天吃喝都要通过淋发 所以每天晚上睡觉去做一个按摩 然后刮沙其实有助于你的睡眠 然后也可以让你的淋发 在健康的情况下 第一个动作我们用到的是 牛雕板 从我们耳前淋发的位置开始 一直到锁骨淋发 如果你平时这就会有淤堵的话 这样刮的话会酸 然后我们上去的时候 不要有皮肤拉扯 第二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个淋发位置 从下把这个淋发的位置这样转一下 第三个点 从下把这个淋发的位置 一直到我们胸前这个位置 顶部最重要的就是这三个位置 淋发对我们女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 所以刚刚我说过的这三个位置以外 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腋下也是有淋发点在 我今天就不给大家演示 但是呢你们自己在加刮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从上面淋发点到下面 然后一直滚排到腋下这样排出去 然后腋下是从腋下这样打圈 然后排到从胳膊这里排出去 这个手法是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就是上下的刮 然后刮皮肤都去呲吼 这样是没有效果的 然后就是从这几个硬点 然后这样往下 然后到一个点停一下 转两圈 然后加到一个点这样排出去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重点啦 我每天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加刮沙板 我会进行一个面部的淋发排 从我们发令纹的位置 明香穴的位置 然后打圈 然后慢慢到太阳穴的位置 然后再打圈 然后又顺下来到耳前 然后收入淋发 锁鼓淋发 然后然后腋下直接这样排出去 这个是一套连起来的 大家会把 就是一把不开心眼排出去 就可以变得很美 比如说你睡眠呀 美容呀 然后也可以让你气色变得很好 然后这边也是 平时可以按照你们的按摩手法 后面有个风湿穴的位置 睡觉之前这个位置也这样 哎呀哎呀 然后收发过来到08的位置 这很简单 这就是我睡觉之前的一些 按摩手法和08的小办法 赶紧学起来吧 拜拜